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还是自主管理期间 自主管理期间当然就是不能去公共场所 不能够餐厅内用 所以现在还是 但是可以正常外出工作 可以正常外出工作 那目前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症状 除了不小心在隔离期间吃太多吃太胖之外 一切是很OK的 好啦今天也有很多新闻 要跟大家来做分享 今天是6月14号 指挥中心今天公布的国内新增案例部分 一样是66,189例 指挥中心的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今天也讲了 他说南部的战床情形 预计可能在未来一周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今天很有趣 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希望说我可以去帮他在山明区的诊所拿药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看哪一间 他就说你上礼拜你自己上礼拜确诊的时候 你去看那间 就是建公路的这个一塑而比喉科 那为什么是这间呢 是因为我上礼拜确诊之后 我就一直觉得 要把确诊会遇到了什么状况呢 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诊所的电话啦 然后他们的这个LINE 因为你现在都要线上看诊 较快线上看诊 所以我也把这个电话啦 把这个网路诊所的LINE的ID 把它抄下来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所以这个也算是帮这间诊所 可能增加了不少工作量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去 也是去我看诊的诊所 帮另外一个同事 拿感冒药啦 那这个也蛮有趣的 因为在昨天 怎么讲 昨天因为现在 却隔离结束嘛 那隔离结束出来之后 当然就是 开始要比方说 这个保险啊 要申请啊 等等的 然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 因为我其实 讲白了 就是当初在买 那个防疫险的时候 我就是跟风买的那一群人 我就是跟 反正旁边有人买 我就跟着买 真的认真齁 我会我有那个一张富邦 那为什么会买 那时候有在节目上抱怨过嘛 就是 那时候为什么会买富邦 是因为 冰鸭的东书 他刚好行一个业务 在那里喝咖啤 就刚好买 买来安排 说买这个 买保险 然后我在旁边听听 就一边工作一边听他们聊 然后听一听我就想说 欸 保费也还好啊 大概一千多块这样子 啊 那个时候疫情又蛮严重的 去年 去年的时候 想说他那般就买一张 买个安心的这样 就顺手买了一张这样 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分 蛮多的这个类别 比方说你这个确诊有被隔离 这个一定是有赔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疫苗打满三剂 如果你疫苗打满三剂的话 这个富邦跟国泰都有 然后如果你打满三剂 然后在180天内确诊的话 也是有赔一条 然后如果你是什么 你是接触被3加4隔离的话 好像也有赔 那还有什么你确诊 你吃到这个Pasirobi等等的药品 什么等级的药品以上的话 这个也是有赔 所以有 他有蛮多的 蛮多的这个项目 然后可以慢慢的仔细去研究 因为像我这种 我这种人就是一个 不太注重细节的人 就对我来讲反正有买 反正就先买起来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赔的时候 就打一通电话给业务 请业务来处理就好了 我不太会花时间再去研究 什么保险的细项这些东西 除非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 不然其实我平常 不太去研究这些东西 那昨天刚把这个保险的单据 也把它给送出去 那当然你说确诊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其实还是有 其实还是有 我前几天听到的 听到几个比较严重 我听到有人说 朋友这个确诊之后脑袋长了脑瘤 确诊之后后遗症是长脑瘤 但是当然这个 有没有直接的因果相关 你很难去讲 因为它有没有可能原本就有脑瘤 只是因为确诊的时候发现的 你也不知道 那我也有朋友 我也有朋友 他刚才的状况是说 这个 他的这个胰脏 胰脏受损 心肤上面的胰脏 胰脏受损的 那 还有这个 夜咳很严重 夜咳很严重 我不知道听众 听众朋友 如果 你现在有这个症状的话 就是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咳嗽还是很严重 建议还是可以去看个一般的 这个 而比喉科 拿个药来吃 可以加速 加速你的复原 那虽然一般来讲 人家讲说这个长新冠 长新冠就是说 这个 新冠疫情后的 这个肺炎后的 这个 这个后遗症 大概持续半年到一年 就会慢慢的消失 但是 如果说 你的 这个 怎么讲 还是有影响到的话 那建议你还是去看个医生 拿个药会比较好 其实术后 而不是术后 这个 确诊后的康复 这些复健啊 确诊后的饮食啊 保养啊 等等的 其实比那个 七天隔离还要重要 你七天隔离是因为 你身份上有 有这样的症状吗 那有这些状况之后 当然就是 你就必须要做隔离 因为避免你把症状传给别人 那因为你不知道 别人的 症状会是怎么 怎么样 症状会是怎么样 那所以当然就是为了避免产生类似的状况 当然就把你隔离 但其实每个人的复原状况也都不一样 像我自己来说 我其实第七天 第七天解除隔离嘛 我隔天的时候 我其实都还是会咳痰 是有卡痰那种咳嗽 然后到 昨天 昨天是已经算是隔离 隔离完第十天了 然后是基本上已经不太会 就像这样子的 就是有时候 讲话讲一讲喉咙会有点干 喉咙有点干就会干咳一下 但是不会到那种连续咳嗽 那像我的助理就比较严重 我的助理是到今天第十一天了 他都还在 还在这个 讲话都会骚聲 都会咳嗽 那因为我复原状况比较好 然后不然 不然原则上 我应该上个礼拜也没有办法在线上 用这个电话call out的方式 来主持我们电台节目 因为喉咙根本就没有办法撑超过二十分钟 不过 不过真的有差 我真的觉得确诊完之后 也像主持电台连续讲个四十分 因为上次上个礼拜两集我们都有广告嘛 所以我们就是一集就是讲四十分钟 真的确诊完之后 我真的有感觉说连续讲四十分钟 而且我是在家里掛耳机 在那讲 在那讲话 真的有差 真的会觉得就是 会喘 然后讲完之后喉咙会痛 所以你看听众朋友 我很少 我很少带水在电台上 但我今天桌上就有一罐水 就是 预备等一下如果讲一讲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赶快喝个水清 清个喉咙这样子 那当然 今天指挥中心其实也有说啦 就是 目前 目前的话这个南部这边的这个战床 这个医疗量能的部分 是相对 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那但是 预计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个 下降的这个趋势 那 当然我 我其实就觉得说 因为因为这个 其实之前就有在讲 就是说指挥中心 其实不太需要这样每天 每天在那边开记者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因为讲白了现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你重大政策都已经宣布的差不多了 那就是每天在那边提报说什么 全国 有20几%的空床 然后这个每天 PASILOVI的取要量已经达到了21万份 什么的 就是一般民众到底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 这些东西 你知道大家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 我觉得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本来就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嘛 对不对 那 专业性的东西其实理论上 其实理论上 你就 就像我们去一般去这种教育部的网站 然后生技公司的网站 然后衛服部的网站 一样 它可以放在一个网站有个什么下载专区 或资料库专区 然后一般民众 如果你有兴趣 通宵那边都没有人会去看 你有兴趣你就点去看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变成说 指挥中心记者会开也不是 不开也不是 不开也有人不爽 开也有人不爽 我前几天 这个 跟朋友在聊这件事情 啊我那个朋友是 就是说 他就在那玩啦 他就在那说 他就像说陈时中每天 开这些记者会 啊 就是浪費时间啊 他就像说这就没什么流用 这哪有需要开记者会就对了 啊这个很好笑 我们当天 现场把这件事讲完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我手机都有装那个新闻软件 他都会跳说现在有什么新闻发生 我就衰竊 我说 诶诶诶诶 被你讲对了 陈时中宣布明年开始不开记者会了 因为重大政策讲完 啊他就开始在那儿叫啊 啊你这就是为了要参加了嘛 陈时中现在就是要参加了 要参加了 所以就正业 诶这个不务正业啊 啊我就跟他说 靠腰啊 我刚刚刚是 他刚刚是另外一个人在跟我说话吗 刚刚在那儿说陈时中每天开记者会 没用的也是你 啊现在陈时中不开啊 啊就是 就是这么巧就在那个当下 陈时中就发布说不开 之后可能不会开这个记者会 然后呢 他又说什么 他又说什么 陈时中就是要选举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东西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 我们 我们就是做当 有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政治人物很倒霉一件事啊 你做什么都会被骂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你 你就是当下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好了 那你做 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讲话 老实讲就是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讲话 你每天开记者会 就被柯文哲骂说什么 指挥中心爆名牌爆上瘾了 你不开记者会 另外一批人就说 陈时中是不是要丢下指挥中心 疫情那么严重 想绕跑去选市长 这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有人讲啊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啦 另外一个跟疫情也 蛮有 蛮有关系的是 这个快塞 快塞世纪出问题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因为这个快塞世纪出 说真的接下来的这段期间 接下来的这段期间 其实 说真的快塞世纪 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你 你人能不能去参加 某些聚会 课程 那你这个能不能在法定的规定之下 给医师认证进行隔离 那甚至是你要拿快塞世纪去请领保险 或跟公司请假 或是请一些这个 赔偿等等的 诶 诶其实那个都 诶 其实那个都 那个都是 诶 那个都是怎么讲 那个都是 都是跟快塞世纪有关系啊 可是呢 这个快塞世纪如果有问题的话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诶 那是不是导致说我们整个生活会大乱 对不对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台中跟高雄 之前被爆出这个美国的 诶 美国的这个快塞世纪 这个Floflex 对Floflex Flo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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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纪是有瑕疵的 那这个进口商叫做大兴资讯公司 它涉嫌以中国制造的黑心快塞 混冲 那食药署今天已经宣布 禁止贩售跟进口 但是呢 已经有237万剂流入市面 所以 当然啦 因为这个新闻 闹很大 这个新闻闹很大 所以我相信其实应该 也没有人敢去卖这个牌子的快塞 就算有这个业者卖 除非这个民众真的不知道 这个牌子现在有仿冒品 不然的话应该 我猜大家应该都不会去买 可能会去买其他间 可能都会去买其他间 那食药署也已经宣布 这个要求业者要 前面全面回收 全面回收 那 这个食药署的科长 他今天也出来讲 他说今年5月10号 这个复热通过我们的EUA 那依照规定 该试剂生产 应要从美国的工厂生产 但是呢 这个大兴 这个厂商呢 涉嫌违法进口中国的劣质试剂 那混冲美国制交货 谋取暴利 那食药署则表示呢 这个要交由检调调查 然后可能会处这个三年以下有期图形 那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很瞎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知道他要怎么贪心吗 他其实非常简单啦 他就是 他进口 他跟你说这是美国的嘛 对不对 那原物料呢 原物料 他能从哪边去省这个成本 他就去进口中国那种很便宜的原物料 然后把它放进去里面 然后把它当成是 美国的快篩 卖给你 然后 他做美国的买给你啦 那你当然就是用 你就用市售的价格去买嘛 可是因为他的成本 他已经不是美国的这个世纪 他是中国的世纪 所以他的成本就降很多 所以他这个中间的价差 他就可以赚所谓的 人家说的就是 这个最 这个最谋取暴利啊 这个最谋取暴利 啊这是 我是跟你说这是非常 没有 非常没道德的一个 非常没道德的一个行为 非常没道德的一个行为 那 当然了 如果说呢 大家这个有 拿到的四季 是这个复乐牌子的话 其实是可以 高雄市政府到六月底之前 都是可以提供大家来换货的 都是可以提供大家来换货 那 目前 目前这个 民进党立委 刘世芳也有质疑啦 他说 呃 这个 有可能是中国 杭州生产的快筛 混沖 美国制 那 他说美国政府的食药管理局 FDA 早就在 今年三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 警告什么 警告美国的境内呢 有中国杭州的假货 混沖市场 而且已经跟原厂一起合作回收假货 但是呢 这个 台湾在五月的采购流程 是不是忽略 或者是被欺骗这些重要的资讯 所以造成这个中央跟地方政府 包含内政部的议政署啦 国防部军医局啦 这个层级蛮高的 还有 新竹县 竹北市 高雄市卫生局 屏东县 春日香等公务机关 的绝标 造成盲点 那请这个 公共工程委员会 还有卫福部 赶快把这件事情 查清楚 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那 这个 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高雄市议会 昨天也召开程序委员会 认为 这个快拆式器的采购出包呢 这个蛮严重的 市长陈其迈 应该要向议会报告 然后 要报告后续的相关 这个处理情形 而且会在6月21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的时候 下个礼拜的时候 会召开临时会 那来进行 这件事情的 专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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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 这个大新资讯 有没有门神 有没有门神 就是 大家不要自己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自己骗自己 就是这种 能够一口气 拿到这么多 你看刚刚刘四方讲的啊 从 内政部议政署 国防部军医局 新竹县 新竹县 竹北市 高雄市 卫生局 屏东县 春日香等公务机关 去购买到 这间叫大新资讯的 它不是某一个地方政府买错而已 它是好几个政府层级的局处 买到列职的中国快篩 对不对 你这个后面有没有门神 有没有人在后面 帮忙签这些线 不知道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查清楚吧 你知道一个厂商 他能够吃到这么多家政府的案子 能够拿到这么多个政府机关的采购案 这后面有没有人帮忙 你不要跟我说没有 说没有 说讲白了就是说你跟人民说没有 也没有人会相信啊 到底后面是谁 这个要查清楚嘛 对不对 好那 这个 当然 当然这个厂商 这个富乐的这个厂商 的负责人 其实已经这个被地方法院 申请羁押 那 这个已经先抓起来了 那 当然 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涉嫌 其实就是 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诈骗没什么两样啊 你跟人家说是 你跟人家说是美国的东西 结果你买给人的实际 中国的东西 这 这 这其实就是诈骗 不是吗 对吧 而且呢 这个 今天 这个 邱俊仙议员 也有强调 也有强调 实际上呢 这个 台中市政府也有采购 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包含说这个 我刚念给大家 目前有采购到这个 盗版快塞的地方 台中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 国防部军医局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然后 新竹县竹北市公所 然后 屏东县春日乡公所 法务部台中看守所 中游桃园炼油厂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然后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的采购数量 跟台中市政府一样 都是最 都是目前里面最高的采购数量 然后 交通部 航港局 内政部议政署 跟国立体育大学 这些都 不是太低阶的政府机关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 会是这些买到 我是觉得 这个 是 是 是蛮扯的 这个是蛮扯的 好 那 当然啦 这个高雄市政府也有来 也有来 这个 这个公布 也有来公布 然后这个 如果民众呢 有疑虑的话 也是可以来退换货 也是因为它其实是里面 某一个批号 某一个批号 有发生瑕疵 那但是民众如果有疑虑的话 都可以去这个市府单位 来 这个退换货 就对了 好 OK 那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快到台湾 剪菜不安 快到连部方 为了鼓励父母共同陪伴子女成长 就业保险法自111年1月18号起删除父母不得同时清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规定 只要父母符合育婴保险 只要父母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清领条件即可同时清领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 被保险人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金满一年 以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 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即可向老保局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 执勤新资补助要点再加发百分之二十的薪资补助 合计可领取平均月头保薪资百分之八十的津贴及补助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欢迎回来快乐聊十四这部时间 我是主持林张晓博 这一段要跟大家讲 最近因为办公室在找助理 最近收到了蛮多的履历 正在一封一封一封的慢慢的看 看看这些新朋友们 求职的一些资料 那当然是希望能够赶快把 赶快把这个 新的人手补上 因为现在真的是面临到整个 选举人力 人力短缺的一个问题 这是 那当然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呢 也是 也是跟这个 人也是跟选举有关系 也是跟这个人力 人力有关系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 国民党最近 也不是最近 他们其实炒很久 炒很久 那就是在讲说 他们的高雄市长的 这个参选人 还没有决定完 那因为在这个时间 朱立伦就跑去美国了 那当然 因为朱立伦去美国的关系 所以 呃 就变成说 他们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就没有下文 一直都 一直没有办法 决定说 到底是要派谁 派谁来选这样子 那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呃 这个 前卫生署长杨智良 那 他就 自己表态 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杨智良这一趴 你知道吗 就 那是真的 真的有 怎么说 真的到 最后 撲出来的人 真的最后撲出来的人 因为 因为真的 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就突然跑出 蹦出杨智良 那 杨智良说什么呢 他就说 诶 这个 他是 他说我杨智良说我的能力 比 成奇迈 能干 很多啦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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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智良,我記得上次有 有講這個楊智良的一個笑話,他真的是數學 數學天才啊 這個是怎麼樣呢,他說啊 陳時中花了100億,買了這個快篩世紀 然後呢 人民呢要再花100元 去買這個快篩世紀 那前前後後呢就拿到了200億元 那陳時中花這些錢是不是為了選舉買票 要籌措競選資金啊 你知道你看到這個就想說 看到這個新聞你真的是會 吐血你知道嗎 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蛤 這種 這種人竟然做過台灣的 這個衛生署,這個衛生署長 大家有沒有覺得,大家不覺得這是一件很瞎的一件事嗎 吼,這真的是一個很 很 不知道耶,讓人家覺得 讓人家覺得很 很瞎的一件事情 因為 他說陳時中花100億 買快篩,然後人民再花100元跟陳時中買 那這樣就是花200億 這是什麼數學邏輯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呢,這個叫做楊智良的人,他說我的能力比陳其邁能幹很多 我覺得是美紅幹很多啦 但不管 他就說呢,他曾經是台大公衛所的所長 陳其邁呢,是台大公衛所的畢業生 那老師跟學生來PK 那對此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邱俊憲就說啦 他說 國民黨來了一個講大話 想取代之前的發大財 那 這個 李宇貞 我們的宇貞也發文 他說楊智良呢 這個用老師的身份壓制學生 這個不是能幹 這個叫做很能講幹話的能幹 那 這個 邱俊憲議員說什麼呢 他說啊 今天下午 換楊智良到高雄拜會議長 曾麗彥 尋求支持 他說從這個 不願意的柯智恩到夾到手的陳鈺貞 現在換當韓國瑜的防疫總顧問楊智良 朱立倫 更不 不只是頭大 更顯示出國民黨長期對於北部之外 不重視的態度啦 他說呢 這個 過去 過去數年 楊智良對於防疫以及高雄的發言 根本就充滿了投機 以及搖擺不定的態度 比方說大家在忙著 打疫苗第二劑的時候 然後呢 楊智良就帶頭說這個是違憲 然後呢 這個在醫療人員為了搶救人命而染疫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是沒有遭SOP就開除醫療人員 那在烏克蘭陷入戰亂很多的孤兒的時候呢 那楊智良就說要引入台灣當人力 補充擴展這個基因的資料庫 然後呢 在去年疫情良好控制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 楊智良誇獎指揮中心 從 不隱瞞疫情受大家信任 現在呢 他卻帶頭到指揮中心外面要公審防疫人員 所以其實 你可以從這些楊智良過去的行為來看 你可以從這些過去的行為來看 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小的 我覺得楊智良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就是一個瘋子 沒有了就這樣 那 這個 邱俊憲說啦 邱俊憲議員說 他說 國民黨最近不只是在對大家做智力測驗 更是在秀一個百年政黨的下限 這不是老師PK學生的一場試驗 這根本就是一個不正常 PK正常人的一個 一個選擇啦 那 到底為什麼會是楊智良我真的是 看不太懂 我真的是看不太懂 就是國民黨沒有人道需要楊智良是不是 欸你知道 我覺得 我覺得國民黨派楊智良來選高雄真的是一個 當然啦 當然他們內部一定會說什麼 這個楊智良有 有個人的自由啊 怎麼樣之類的 不過大家 如果我們體重評語 你自己這樣 仔細看一看 你自己想想的齁 你看從過去 從韓國的那些百年之後 告一個李梅珍 李梅珍當然就是 亂七八糟嘛 這個選到亂七八糟 之後呢 就開始 兩民張雅中 兩民聽都沒聽過 柯治恩 還有什麼 還有高金樹梅 兩民跟李四川 還有李鴻元 李鴻元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就是 就是 這裡是國民黨的監困 高雄市長這一局一定是國民黨的監困選區 這個沒問題 應該沒有人覺得國民黨在高雄很好選吧 沒有啦 但問題是你就會覺得說就是這個這個這個黨面對這個捐困選區的時候他們竟然 是這種態度 就是國民黨面對面對這個這麼難選的選區就他們他們的這個他們的態度竟然就是一副 一副就是 那前陣子前陣子柯治恩也在那邊講 他就說因為因為他接受訪問嘛 人家媒體就問他 問他說 你有要選高雄嗎 他就說 不然做民調啊 如果民調真的做起來 還是我比較高 那我就認了 反正 你言下之意你也聽得出來他根本就不想來啊 他也不想來 第一 應該這樣說柯治恩 壓根 也不覺得自己 有機會在高雄民調贏過其他人 但是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誰會來高雄 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好笑的是 他們現在狀況是黨中央也拿不定主意 那所以你看每個議員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幾天只要有跟高雄市長選舉相關的這個電視訪問 那受訪的議員普遍的說法很簡單 就是說啊 希望黨中央呢 也可以要尊 記得要尊重一下在地啊 什麼的 但是 但是講白了 你們這些受訪的議員 你們就是在地啊 那你們自己都講不出個所以然的 你又推給黨中央說啊 黨中央應該要 尊重在地 奇怪 你自己沒辦法出來選 你又叫別人要尊重你 你到底是在尊重什麼我不知道 所以 他現在就變成一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國民黨的恐龍讓梨啊 這是一個恐龍讓梨的故事 每一個人呢都很想要吃到那個梨 可是呢每一個人都會跟你講說 每一個人都說啊 我讓你我讓你 我讓給誰讓給誰讓給誰 然後 這個這一局就變成了到現在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國民黨到底是要 派誰出來選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楊智良基本上就是一個孝 那 你一個黨搞 搞要找一個 參選市長的人找到最後變成是一個孝 出來說啊我比陳其邁能幹 我來選市長 欸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你知道嗎 就是 給楊智良選市長是當然不會贏 這個想也知道不會贏 可是呢給 楊智良選市長選完之後國民黨氣勢會不會再更往下走 欸大家知道選舉 不是只有選舉 選舉這件事情其實也牽涉到這個政黨在這一場戰役之後 你的能量是往上還是往下 那 那現在 你 高雄這局給楊智良這樣一亂你你後面國民黨還用完嗎 你懂我意思嗎就是如果真的最後是楊智良出來了怎麼辦 雖然大家現在都對他很不屑啊就所有的人都認為楊智良你什麼東西啊你要選市長不要笑死人對不對 那 當然啊這個 這個會後受訪的時候呢媒體也有問楊智良然後就是問他說 您剛剛有說啊你比陳其邁市長還能幹 那這次下來是有意願要當母雞嗎 然後呢楊智良回什麼 他說 你們自己去問陳其邁啊是他能幹還是我能幹 陳其邁現在防疫做到什麼程度 議會應該要監督他 老人疫苗注射率跟韓國能比嗎 不知道為什麼講話講一講他突然提老人疫苗注射率就是 你知道這些人就是這樣講話沒什麼邏輯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什麼他楊智良也講了他說他心目中最喜歡的人是誰答案是高金素媚 那拜託他加入國民黨打敗陳其邁 那 這個 由於之前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主持的高雄市議員假投票東 有列出四個人 那楊智良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媒體就問他說那如果最後國民黨 要在高雄提名你楊智良 你能接受嗎 那楊智良就回答他說 最重要的是為高雄市民 當不當市長都是其次 那個他說我作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好多人跟我講過要出來拼一下 所以我就出來拼一下大家PK一下 我其實不知道到底現在是 現在是 要要怎麼樣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很積極參選的楊智良 那同樣然後在另外一邊幾家歡樂幾家醜 現在另外一個狀況是 就是這樣 這個張亞中 張亞中今天上午 接受廣播節目的時候專訪指出 那 這個他說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上週到高雄市議會討論市長選舉 那 這個絕大部分過程都在討論張亞中參選到底適不適合 而且呢有好幾個市議員支持他 而且當天會中的假投票 這個張亞中是排最前面的 那 這個 但黨中央現在還是沒有徵詢他 黨中央還是沒有徵詢他 那目前為止也沒有跟他聯繫 一通電話也沒有 這個是張亞中的說法 那所以 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實在是讓我非常的 實在是讓我這個 這個 非常的 好奇 非常的好奇就是 因為有一種有聽說啦 有聽說這個 其實朱立倫並不喜歡張亞中 並不喜歡張亞中 因為其實講白很簡單 如果張亞中繼續出逃 永遠輪不到朱立倫 講白就是這樣 朱立倫現在的做法很簡單就是他 他要去秉除任何一個 聲量比他大的人在這個黨內有辦法跟他較勁 所以他一定會封殺張亞中 那 張亞中其實也講 他說如果他還在當如果是張亞中擔任國民當主席 他去年就會找張善政李四川等人 那也要他們擔任副主席而且準備參選 那這個如果要找在地人選的話呢 像高雄市議員 黃柏林等議員也很優秀 黨中央就應該要承諾如果拿下40%的選票 黨中央就要保證他的不分區立委職位 所以這個聽起來是他也很知道黃柏林想選 想要選立委 那 張亞中也分析他說高雄市就像民進黨的心臟 國民黨可以作為牽制民進黨的地區 甚至能影響綠營的全台選群 那 只要這場選戰在高雄打得很精彩 就會是國民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場選戰 其實講白了就是張亞中沒有講錯 張亞中真的沒有因為你看柯文哲的反應 就他很清楚嘛 柯文哲之前不是一直放話說來高雄PK陳其邁嗎 其實就是 他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幾個綠營裡面其實打陳其邁是 成本最低的啦 打陳其邁是成本最低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裡就是 就是像剛剛張亞中說的 高雄確實某個程度上是民進黨的重要選區 所以 對 藍德來講他們在這邊打得漂亮 就會像上次韓國瑜一樣影響到全國的局 但可惜的就是說呢 這個國民黨現在是連個人選 都 都推不出來 所以就 嗯哼 就真的是 就就就真的是 是嗯哼的啦 好 OK那這個時間關係 我們在這裡先進一個公格 廣告之後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來 快到電報網 快到狗狗賓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北 89.3 快到華東 98.3 快到胚鵝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都不賣不去 那都騙你多賣錢的啦 哎呦 富哥在有你的提示 嗯 不然我連六分都給我騙了料啊 以上說過由來進步提供 真編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觀白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用我跟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連播放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 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 有一個 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分享文 我們如果要睡真正 會用給自己的完全債助 做生 我們的心愛會更平靜 免費給你結婚 放棄三三五 數理三三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張小柏 好 最後啦 最後要來講的是這個案子 也是 也是蠻好笑的 就是台北市政府前陣子的這個 這個網軍案 有公務員上班的時候呢 在這個PTT上面發文 然後貼假資訊 然後攻擊這個機車族 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 當然啦 這個真的是很好笑啦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演到 之後已經重點不是在這個 已經重點不是這個 這個人到底在網路上講了什麼 呃 這個台北市議員苗波亞 苗波亞昨天在議會的這個 專案報告上呢 要求上班時間在PTT發文的 這個交通局科長 林玉森 把他的這個攻擊性留言念出來 引發網友熱議 那對此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大動作對外聲明 他非常生氣 他說什麼呢 他說 議員不可以將公務員叫到議會 念出波文 而且呢 還極盡善效羞辱 這個違反比例原則 而且呢 他說這個國家公務員 不是議員的作秀工具 這什麼 這什麼柯文哲的標準是不是 這個叫林玉森的科長 他用帳號 用一個帳號叫Kuroda 在上班時間呢 總共發表了345篇的文章 5萬多則的推文 那 這個呢 台北市議員苗波亞昨天就在 這個 專案報告上呢 列出這個叫林玉森的科長 他的網路攻擊言論 那要求 要求這個科長呢 他就說來我給你言論自由 你先來把你講過什麼東西念出來 那這個林科長就當場就念了啊 包含說呢 他在網路上攻擊路拳團體是噁心 然後包含他攻擊別人是害死人的路拳仔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什麼 還在網路上分析選情說 如果能拉下嚴若方減蘇培這些科黑就爽 等等 反正簡單講就是一個科粉科長 好 那 這個 柯文哲今天下午呢 大動作的對外聲明 他說呢 上班時間上網留言 當然不對 許多公務員被抓到 也被懲處 包含調職 申戒 年終獎金都 年終獎金都沒了 那 今天呢 也要求市府的秘書長 要把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公務員使用這個 資通訊軟體的注意事項 通知員工 那 他不贊成因為一點小事 就把北市府斷網 也重申 這個也不可以因為市府員工上班 上PTT 就被指為網軍 那 他說呢 他說 他看到新聞 看到尼歐布亞在專案報告上 要求這個科長 把這個文念出來 他非常的生氣 他說呢 怎麼可以把這些公務員叫到議會呢 叫他讀 叫他去念他寫的波文 而且還羞辱他呢 然後呢 他說 國家公務員不是議員的作秀工具 那是市長的小狗 他說呢 如果今天不站出來保護員工 自己不配做他們的長官 然後 我是覺得這個蠻好笑的 就是 你知道 今天 任何一個人出海講說 我們應該就是 我們應該要保護我們的公務員 然後他上班 就是他上班當然固然有錯 但是他已經受到懲罰了 什麼的 我覺得誰講 都還好 你知道嗎 就柯文哲講這一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蛤 你 你柯文哲 你柯文哲去美人家家了 你柯文哲是那個 是那個罵人狗的柯文哲欸 你在罵人家狗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 你怎麼不會去講到說 什麼要保護員工 然後自己是一個好長官 就是 你罵人家狗欸 對不對 你 你自己講 講說要人家把你的狗管好欸 我就覺得 蛤 你柯文哲這個時候 真的是雙重 我跟大家講 柯文哲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跳出來 要 要打苗博亞 我其實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的 脈絡是怎樣好不好 因為這些公務員在上班的時候 上PTT 然後去 代表台北市政府發言 不管他有沒有 當下有沒有覺得自己在代表柯文哲 但總之呢 這些人的言論 因為被抓出來了 所以嚴重的影響柯文哲的形象 讓柯文哲沒面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台北市政府有網軍 柯文哲又非常受不了 一直被抓 抓著這個小辮子一直打一直打 那為了要平息這件事情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去找到一個新的 戰場 去切啦 那所以呢 苗博亞昨天在市議會裡面 大家真的是看得大呼過癮 叫這個科粉科長 直接把自己在上班時間 在網路上 在那邊攻擊的言論把它唸出來 然後呢 唸出來之後 當然柯文哲就終於 等到機會 等到機會了 什麼意思 他現在要的就是 把這些焦點都轉移到 苗博亞濫用職權 修辱公務員 我柯文哲是站在公務員這邊的 柯文哲什麼時候 站在公務員那邊呢 能切割的就切割 他什麼都站在公務員那邊 我怎麼都 我怎麼都沒有聽過啊 對不對 然後呢 苗博亞也說啦 他說 這個全程影片都是公開的 沒有任何議員 對公務員有散笑或羞辱啊 但柯文哲怎樣 柯文哲這是什麼 柯文哲這個叫做 見笑等生氣啊 柯文哲這個叫做 見笑等生氣啊 然後苗博亞也強調 他說請科長朗讀的相關證據 其實就是他在上班時間 用網路做政治攻擊 或攻擊他人的延遲 請他們念一次自己做過的事情 就算羞辱嗎 那當初被他們延遲羞辱的人 應該要 作何 敢想 柯文哲根本就已經 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 而且過去柯文哲屢屢 罵哭公務員 黨內開會羞辱下屬 都是公開事實 那 現在呢 竟然反而指控議員 根本就是認知作戰 扭曲事實 那 苗博亞也重申 如果今天不是公務員違法 議會又何須專案報告調查 沒錯吧 這件事情是這樣吧 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要不是有四叉貓在前面抓這些人 要不是有台北市議會在監督 叫你柯文哲把這個報告做出來 柯文哲今天會這麼認真的去回應什麼 他們台北市政府有公務員上班時間 在PTT上面罵人喔 他懶得 他是不會理你勒 你以為柯文哲的紀律多嚴敏 沒有啊哪有多嚴敏 亂七八糟一大堆啊 前幾天不是還在講嗎 兵葬處的 什麼科長還是誰 上班時間去打麻將還故意輸錢嗎 你以為柯文哲管理之下 台北市政府紀律多嚴敏 我跟大家講啦 柯文哲現在對那些公務員來講 這些公務員台北市政府的時間 都比你們這些 四年選舉一次的政治人物都還要久啦 你以為這些公務員多聽話啊 抱歉啦 對人來說 你早就是一個幾個月後就要走掉的老闆 誰管你啊 誰管你以為柯文哲真的管得動這些人喔 抱歉沒有那麼簡單啊 沒有這麼簡單啊 不要忘記他們那些人當初怎麼把阿扁弄出去了 啊對 我其實講白了這件事情其實 跟那個公務員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啊 這件事情其實講白了就是 柯文哲終於逮到機會 反擊啦 柯文哲終於逮到機會反擊啦 其實事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非常簡單 終於逮到機會反擊 那接下來因為剛剛 剛剛要從廣告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剛好在滑手機齁 就看到這個台灣民眾黨也發文了 台灣民眾黨也發文了 那 這個 他 他發什麼文呢 他說綠營議員把公務員當成作秀道具 齁 我其實不知道有沒有 柯亞不是民進黨的你知道嗎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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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笑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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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還說什麼 他說言論自由得來不易 齁 摧毀卻易如反掌 那你怎麼不去跟那個科長講說 言論自由得來不易 你上班發文亂攻擊人 就是摧毀言論自由 對吧 他說 當一個人發布批評政府的言論 就要遭受不成比例鋪天蓋地的攻擊 然後 今天是不熟識的公務員 明天就可能是你的家人跟鄰居 我天哪 到底 這是民眾黨你們知道自己在寫什麼嗎 什麼叫做今天是不熟識的公務員 明天就是你的家人跟鄰居 不要 不要 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你們的公務員上班時間發的文 是在造謠欸 你們台北市政府公務員的紀律之差 我就問大家啦 今天 柯文哲有沒有自己去檢討台北市政府公務員的紀律 沒有 他檢討苗伯雅 笑死人 你台北市長要被苗伯雅監督 他是議員 你是市長 你要被他監督的人 然後 你不去檢討 你自己底下的公務員上班時間亂搞 你台北市政府有對外道歉嗎 都沒有捏 結果你台北市長跟台北市長後面的政黨現在去檢討苗伯雅 不想 這什麼 這什麼社會啊 這真的 我是覺得這個很荒謬 就是我現在其實不是生氣 我是覺得這個是 民眾黨的邏輯荒謬到好笑 那個就很像一個人就是你知道 就是 他們現在 我不知道就是 我要怎麼形容啊 他們現在就是有點想要硬拗你知道嗎 硬拗 因為這件事情確實是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在上班時間出了非常大的疲漏 那被抓到 那被抓到之後 重點是你知道這個民眾黨剛剛的文章 裡面還寫到什麼 裡面 還這個 這個 那個 寫到說 蔡英文總統提到沒有人要為他們的認同而道歉 但是呢現在已經受罰的公務員 卻要為了自己的政治認同 輪番在議會接受善效羞辱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這個叫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本來就有權利把當事人叫來這邊 被指問 不然不然 不然我專案報告找一對不相干的人幹嘛 當然專案報告就是找這些相關的人啊 那你把這些相關的人找來之後被罵完了 然後柯文哲說 喔他們被羞辱 被笑死了好不好 真的是 覺得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很好混耶 就是 有一個這麼 這麼 這麼 這麼支持你們的長官 啊有一個 有一個 這麼的 放任你們 那麼無所謂 然後當你們被議員們罵的時候 還會跳出來 然後為了保護自己 然後聲稱要保護你們的 市長 這到底什麼 這到底什麼邏輯 什麼社會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看不懂 我剛才看到民眾黨的這個報告 我真的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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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時間關閉了 非常感謝我們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 這個 這齣戲應該還會繼續演下去 大家可以 鎖定明天的新聞 應該還會看到更多精彩的這個 台灣民眾黨 全黨 為了要擺脫這個網軍的標籤 他們會把所有的屎 都往苗波亞的身上潑 大家等著看 好 阿苗加油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